歡迎收看金融媽媽隊的節目 好 那麼今天指數呢 來今天指數是開高走高 那麼今天指數收盤就說 普遍量今天是上漲118點 那麼今天呢 來震盪走高指數也收在最高 好 那成交量今天呢 也稍微增加了一點 好 所以量慢慢再往上面走 那麼這個題打完之後 開始往上面去接近這個平台 好 所以這個平台區域來說的話呢 那現在回到這個區域之後震盪 也就是說這支撐的話 它是一階段一階段往上 第一個階段上來之後到第二箱形 那過了之後的話 這裡再回到支撐 好 所以它有一些對稱的走勢 那對稱左邊的形態再慢慢的往上 好 那當然成交量的話呢 開始有些增加 但是稍微還是 還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短線上面來說 那麼現在這個區間裡面上下震盪一下 好 那當然OTC呢 倒是提前震盪了 因為OTC其實是最早過這個高點的 所以相較起來 其實OTC本來是最強的 好 那它先過高之後也先震盪 好 那大盤呢 大盤就跟在後面 所以指數其實還沒有過這個位置 好 那麼接下來的話 指數上來之後 那大概也會震盪一下 好 那OTC的部分 倒是量縮震盪以後 那麼籌碼也慢慢開始沉澱 好 因為上去之後量其實沉澱得相當漂亮 好 那麼也守在這個區間 好 那所以 當然今天的話指數上面 個股上面有些強弱有些差別 因為今天有些跌升的反彈 好 那今天 當然今天反彈最強的倒是鋼鐵 對不對 因為今天來先看一下鋼鐵 鋼鐵的話呢 那麼今天的話幾乎都是往上 來 你看到這邊是鋼鐵的部分 好 那麼很多都往上面走啊 好 從大成鋼開始 那大成鋼 運倉 威智章園 然後包括葉輝 今天很多鋼鐵的大漲 好 所以 但是從形態來看 其實他們跌很多啦 跌幅也相當大 因為像大成鋼的話 從六幾塊錢跌到40出頭 大概跌幅非常大 所以短線上面當然基建過關 所以短線上面也反映一下 那股票有時候是這樣 有時候利多來的時候 看它前面有沒有反應 如果利多來之前 它反應很大一段 那你反而就不要追 因為利多來之後 如果前面已經反應一大段了 它很容易就會利多出境 那但是如果前面是跌很多 它就會反映一下 那鋼鐵就是標準這個例子 因為在利多來之前 它們跌很多 所以呢 那上來以後 你看它今天很強 但是基本上呢 那麼今天有一個缺口 那這缺口往上之後 它就碰這個位置 那到這裡又有一個缺口 那基本上來說的話 短線上應該明天開高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其實基建它是個 長期的需求沒有錯 但是出來不會那麼快 所以其實它就會變成 短線上就像大陸的鋼鐵骨一樣 那你看到它利多很多 但是它是有點在盤跌 那到真的今天利多出來的時候 它會反映一下 但是反映一下之後 那完明後天就不要再追了 因為基本上這個出來的東西 它不是很快就會出來 意思就是說它還有一些時間 那一方面來說 它也不會讓價格太高 所以就是兩邊都會大陸也在打 所以的話今天的話 跌升的股票今天是談比較多的 那當這一段時間之前比較慘的 除了鋼鐵之外就是航運 所以航運今天也上來 但航運的話其實上面一個平台 所以這裡是個警線 所以今天是這個陽明先上來 那陽明今天上來最主要就是在講這個 接下來的話財報要公佈 所以的話那麼有些預期反應 就是說都先長在前面 但先長在前面的話 其實還是用短線來做 因為就像上次長榮公佈的時候一樣 長榮公佈完之後 其實它並沒有長很多 應該說它公佈完之後 就有點力多出鏡 那今天的話就又被陽明帶起來 所以其實本來早上的話 他們相對都還沒有這麼強 尾盤這一段就是被陽明帶起來 因為這個族群它有一個特色就是說 很多短線客在裡面 大家也喜歡在裡面嘎 所以預期陽明要公佈財報 所以今天很多短線客就進去 那進去了之後 明天真的公佈出來的話 那法爾可能有一些短信就落寶 所以這個族群它變得比較 有點短線會隨消息面 隨消息面的話 你做法就很簡單 意思就是說你可能就是 短線上面的話有點要反著做 也就是說它順勢往上推的時候 你可以做個隔日充 但是第二天利多出來的話 法爾不見得要追高 因為整體來說他們的形態是比較 還是比較是下降的方向 只是說就跌升以後會有一個強彈 那這裡破了之後是一個反彈 那反彈上來以後到這邊的話 就會開始進入壓力區 所以我說今天的股票其實是 比較強弱差比較多 因為有些跌升反彈的 那麼再來的話也有一些股票 是短線上面有一些小利空 像今天強茂比較弱 那最主要就是反映 10月的營收可能會下來 所以的話因為位置也比較高 所以它稍微會震盪一下 但我認為它就在這個大箱形 基本上的話短線上的話 當然會先反映一下 這個營收的地方 所以大概會稍微拉回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還有比較這個就是 就是今天的電池的部分也比較弱 那電池今天稍微震盪一下 但尾盤又拉起來 所以你看鋼普今天也拉回 那最主要這個其實就是在反映 因為馬斯克講話 他說大家來投票一下 投票看看它要不要賣個10%的股票 那投票結果好像大致上 目前來說是贊成的多於反對的 所以市場就會聯想說 那如果它賣了一下的話 Tesla似乎會跌 不過Tesla自己本身在 盤遷到沒什麼動機 但台灣通常都會先聯想在前面 所以今天的話 相關國外都有一些拉回 包括康普今天也拉回 那麼美希馬也拉回 那麼聚合今天也拉回 不過因為他們都已經 從高檔整理了一段了 所以整理過之後 法而這邊的話就有機會逐漸打底 因為其實馬斯克常常會有一些 出乎人意表之外的一些話 他常常會突然來個一句話 那來一句話之後有時候短線 會稍微影響一下下 但最後其實Tesla還是一直創新高 對不對 其實到最後Tesla 它就是一路在創新高 雖然它中間真的出了很多話 對不對 它就會有很多的 常常會有這個 大家想不到的一些想法出來 有時候就會影響一下股價 但是你看它長期來說 它還是一直創新高 對不對 因為最後它還是反映將來的趨勢 是不是 那將來的趨勢 其實電動車說實在話 還是將來的趨勢 所以它每次震動就會有創新高 所以當然旁邊強的話 還有包括元宇宙 元宇宙很強 對不對 宏達地已經20分鐘了 還是繼續漲 是不是 而且營收也是下來 不過大家預期鋪貨的效應 等於是說你這個機不鋪的話 下一機還是會鋪 所以大家預期這個 所以你看它基本上這個元宇宙概念都非常強 我覺得還是在反映新東西 應該說那麼有些股票是跌升反彈 那跌升反彈的話 你就是用短線做 那種跌升反彈的特色就是 當它很強往上面說 你大概連續拉兩天三天 你就要準備走一趟 那基本上就來回做 那但是這個比較新的東西的話 它反而是真的走大段 也就是說像你看元宇宙就是 那當然所以我說 就要把握像新的題材 不管是元宇宙也好 或者是低軌道衛星也好 其實它們都是新題材 對不對 就是說明年會比今年好 後年又比明年好 對不對 就趨勢是往上的 那這種股票 其實它就是慢慢一路創新高 所以你看其實 像生貿今天的話 它也是最近才剛創新高 那獲利其實已經上來滿高了 而且它就是獨家的題材 應該說接下來低軌道衛星 它這也是獨家 那半導體材料這裡 也是Intel的指定 所以它就是一路上面 往上面創新高 雖然它不是每天都大漲 但是中秋會反映它的這個基本面 對不對 因為今年的獲利也不錯 那明年的話 當然兩個東西都等於是一起貢獻 所以其實現在大部分的資金 還是鎖定在明後年好的 就是明年開始往上的新產業 對不對 因為新產業空間最大 所以我說現在操作上面 你要拔持 也就是說哪些股票拉回你要接 那有些股票接上去 還有一大段的 我覺得像這種都是值得要把握 對不對 比方我們看看像是大眾控 那大眾控是車用的AR跟人群眾 所以那來當時的時候 其實它也只有在四十幾塊錢 對不對 四十幾塊錢 然後就開始一路創新高 我覺得這一塊 其實車用這一塊 它也是從無到有的 你現在應用看到的還相當小 但是以後這東西就會越來越強 對不對 然後到最後的話 終究會變成大家都有 那就是等於是從無到有的意思 那從無到有通常都空間最大 是不是 因為你想想看全世界有多少車子 車子其實只有後面 只有越來越電動化 只有越來越電子化 對不對 那相關的只會真不會減 它的範圍等於越來越大 所以的話 這又是裡面的新運用 以後的話 當然你開車的時候不用低頭看 那就是一個人性 對不對 那一定是回想越來越方便的方向 是不是 所以我說你不知道原宇宙 那基本上也應用在原宇宙 再來車用 車用用在AR上面 所以AR的抬頭顯示 用在擋風玻璃上面 好所以我覺得真正最強的會是這種 就是它真的是走大段的 就反映明年的趨勢 再加上它其實也有航太的新東西 這個也是明年要出貨 所以動能是非常強的 所以你看一路創新高 其實已經連續噴好幾根漲停板了 對不對 一路噴上去之後 來 連續四根漲停板 上禮拜五的時候也剛創新高 是不是 我覺得拉回還是要買 因為它的獲利其實已經很強了 如果以現在這兩大題材 兩個東西 明年才開始 明年量更大的情況下 它今年在前面的時候 它其實都是只有小量而已 但是獲利就已經很高了 對不對 所以你要買少的就是後面會更強的 是不是 你今年還只有一點點的時候 它獲利就已經很高 那明年再出來的時候獲利又更高 所以我說 其實真正最強的還是在新的題材裡面 那新的題材它會輪動 對不對 有的時候這個先漲一下這個休息一下 但是你看在往上的趨勢的還是這些 是不是 它的趨勢方向 K線是往上面一路創新高的 一底比一底高的都在這個範圍 對不對 因為大家買的是明年 所以我常說 其實最重要還是接下來的標股 那像大眾控我覺得拉回來就是買 因為這數字會越來越強 對不對 這一類型的標股還是要把握 對不對 因為他們都會有流利激性 等於你在趨勢上面 你又走第一嘛 那走第一當然就衝最快了 是不是 那獲利也提前拉出來 所以我就說像上次跟大家講到 育創也是一樣 對不對 當然育創現在還在分盤交易 如果再漲下去的話 那麼可能也有可能會又被處置 所以我覺得短線上面來說 再上去應該會休息一下 但是當時在跟大家講 做才多少 有沒有 當時在跟大家說的時候 那時候才50出頭而已 對不對 距離現在是非常遙遠 是不是 然後從那裡開始就一路重新高 對不對 從50出頭以後到50幾塊錢 然後到站上60塊錢 60塊錢 然後到往70塊錢走 70塊錢走之後往80附近走 往80附近走之後 站上80塊錢 有沒有 那其實它要到82塊多 那今天其實也還在高點附近 對不對 但我覺得其實那一段 你就可以很好賺 對不對 因為基本上這個51塊 五字頭到八字頭 那一差就差了30塊錢左右 是非常大的攻堅 所以我說 接下來真的強的 還是在新題材裡面 因為新題材 你隨時間越來越接近 它的發酵效應會越強 是不是 你現在看到的是才剛開始而已 是不是 原宇宙大家只是在討論 現在還在討論這個 它新的一個初心 所以很多人都要做 對不對 那大家都要做 那就是新世代的網路 是不是 大家都要做的時候 那商機就會漸漸成型 當然它不可能說一天之內 突然之間就是完全普及 但它多的東西 都會刺激新的 所以你看像美國股市 強的也都是這些 是 就像NVIDIA會強 它會強的理由 也適應在原宇宙 包括這兩天台積電會上來 也是跟這個有關 那只是說這個題材裡面 新的題材裡面 都是最吸引市場 對不對 因為新題材 你慢慢的 現在是11月多 到12月的時候 那這個題材又會更強 應該說新的話題 新的產業 你今年不只要關注 它明年也要關注 對不對 那很多股票 其實都今年沒有漲的 今年沒有漲的意思就是說 大家手上來都沒貨 是不是 那所以它一標就很兇 那很多人不認同 但是它就是繼續往上創新高 是 所以我說 相關的股票裡面 最重要的 你還是要把握明年的趨勢 明年產業哪個地方往上 什麼東西新增的 對不對 那當然有些如果股反彈的話 那短線上有操作空間 但是我覺得那不是 真正可以去壓大的 應該講說 那裡 不是讓你真的去玩大的 但是可以讓你玩大的是 將來的趨勢 對不對 將來的趨勢裡面 不管元宇宙也好 低軌道衛星也好 這其實到明年都會越來越強 所以我就說 像玉創它也是找 這個元宇宙的概念 對不對 那加上它也新的東西 所以像這樣的邏輯 你可以把它放在 這個裡面很多地方 所以我說像藥燈也是 藥燈其實今天也創新高 它這一路上來是很多根了 對不對 從一開始的時候跟大家講 那麼新的東西 那就會有些公司是有關鍵的利基 有關鍵利基就是說 你這個東西要成型之前 你就是得先用我的 那我又是已經走在市場的前面 那那種通常它爆發力就大 那一開始的時候 上去的時候 因為大家手上也沒貨 所以它一上去就很快 因為你那一塊餅 明年一大塊新的餅成型 那你這塊餅裡面 自然就有收回的 那收回的一定是最上有限收回 對不對 還有先用的先收回 是不是 就像元宇宙是AR先收回 對不對 因為你第一個要用到它 那再來的話 剛剛講到低軌道衛星這一些 你都會有最上有的東西 那最上有的 你的認證一定要 是不是你的實驗是一定要 那這些都是走在產業的最前端 所以我說像藥燈一路往上面創新高 對不對 最主要就是它的實驗室很獨門 那再加上 第四季開始就有新的貢獻 所以我說 大部分都反應新的題材 那反應新的題材就要跟上 所以還沒有跟上的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跟大家說 藥燈之後還有一檔 休息一下再跟大家講 待會兒 中文字幕製作者 李宗盛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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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所以呢新的趋势下面就会有新的标股 因为新的产业趋势 那成新的时候它自然有上下的受惠的股票 那越是上游的越是关键的它受惠的程度越大 那么获利爆发性也越大 好所以呢 我说其实现在很多人在看今年新的东西里面 那么那些焦点现在还是很多人不了解 所以市场上很多人在讨论 有些人认同 有些人不认同 但是基本上面随着时间慢慢过去 那么这个焦点只会越来越大 好 因为呢 这基本上像元宇宙 那也不是只有台湾在看而已 对不对 那包括微软也要看FB FB根本就改名了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要往这里做 是不是 所以这其实很清楚的就是说 将来趋势它势必要成型 那里面的话呢 里面这个有利基性的公司都会最强 那新的东西里面 就像我们讲低轨道卫星一样 那低轨道卫星的话一开始 就跟大家说要灯 那要灯低轨道卫星 因为它是天线起家的 所以呢 那么天线在无线的这一块呢 也就是在网路的这一块 那么低轨道卫星也好 或是open run它都直接相关 所以当时跟大家讲说 那么它非常有爆发力 因为明年也会很漂亮 因为你所有东西都要经过嘛 所有东西都要经过认证 对不对 那这种东西它都是属于最上游的 就是你一开始 产业一开始说一定要的 所以会比其他东西更早收回 对不对 而且它又没有几家 所以我当时讲说 那这个部分来说一定要把握 因为通我一喷出去的话 空间都很大 那股价现在它就是反映后面的嘛 对不对 现在就是反映明年的趋势 就是明年的成长 那么明年潜在的爆发力 所以它越是成长力大的 它工业就越大 好所以来耀登那个时候 来跟大家讲的时候 其实也才160块 对不对 然后后来就一路喷出了 那其实新题材跟新标 我都是最合喷的 因为天线这一块 或者低轨道卫星 那这里它也是少数最早潜入的 好所以从16070块之后到180到200 因为你看它喷出去都很坏 那基本上股价也低倒 再加上很多人也没有货 所以那明年新的东西都会出来 那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了 所以第四季就会开始有新的东西 对不对 第四季新的NIE就会进来 所以你看 但是这是这样喷 是不是 一口气就是一二三四四根澡停板 那你刚刚看到的是160几 对不对 160几到现在已经是到230几块 今天来创新高 是不是 那这个是它的实验室 这个是算是少数的 那其实还有相关的股票 所以我刚刚讲说 其实在这里面还有另外一档股票 好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那现在比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很有爆发性 对不对 因为它东西有雷同也有不一样的 好 那来看看 另外一个今天刚挂牌的股票 这张股票叫稳德 那我们先看稳德 其实股本比它更小 它只有2亿多的股本 那今天开盘以后就是一路往上 那么今天其实也是非常漂亮 对不对 那稳德价位来说的话 那如果跟耀登比价的话 那么其实我觉得两个都非常强 因为耀登的股本是4亿多 但是稳德只有2亿多的股本 2亿多的股本 其实你小股本加上这个高获利 其实爆发力就很大 因为你小股本的意思就是 你只要产业一上来赚一点 它获利就增加很多 对不对 2亿多股本意思就是 你每两千万就是一块钱 每两千万就多一块钱 但是这个又是全世界 上面的一个新趋势 对不对 因为你所有东西都要经过实验室 所有东西都要经过验证 对不对 那所有东西都要经过这个发照 那所以其实所有东西都一样 包括低轨道微信以后也一样 所以当时耀登一口气就长这么多 对不对 那我说这种东西其实不是一般人可以做 也就是说全世界也没有很多家 而且你还要拿到可以发震的 可以拿到发震的更少 那耀登之后稳德是另外一个 那耀登当然已经喷出去了 基本上我觉得耀登就是走大破断 他基本上还会继续创新高 那稳德是另外一个 因为今天才刚挂牌 所以很多人还不熟悉 但是稳德的股本是比耀登要来得更小 也就是说其实小股本加上高毛利 他们获利都会冲很快 对不对 那么两毛利其实两个都还不错 拿到后面其实又更高 对不对 因为你后面新的东西出来 又有新的贡献 他通常毛利都会拉更快 好 那他们两个都在实验室 但实验室里面 他天线的实验室 他也有天线的实验室 那另外一个他有低轨道卫星 那他是锂电池 这个锂电池是从自动车的锂电池 再到这个一般的电动车 所以这个是从无到有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东西一开始是电动车的锂电池 电动车的锂电池有新法规 他其实美国有新的法规 所以你要经过那个验证不容易 对而且其实他们都是属于 可以直接发证照的 这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这跟一般的东西不太一样 为什么我说药灯它爆发力很强 对不对 因为基本上你后面的低轨道卫星 你必须要经过验证 对不对 你要经过实验室认可 你要在实验室这边拿到执照 那实验室其实全球没几家 对不对 所以我说它爆发力很大就这样 因为你接下来都要出 那你要出之前这些东西都要 对不对 你就是第一个受惠了 那反过来讲的话 稳德也一样 对稳德是在锂电池这边 而且锂电池现在又有新的法规 新的法规的话 那么受惠就很大 因为你少数能够直接去发照的 就是这个 那获利也成长很快 而且重点是因为它今年 其实就赚一个股本了 对不对 你今年就已经赚一个股本了 然后两个东西又是属于这个少有的 就是少数可以去发执照的公司 对不对 加上股本也非常漂亮 对不对 因为我说小股本的公司 它一旦冲上来的时候 它获利会冲很快 这跟大股本的相差很多 对不对 因为你只要增加2000多万 你就是一块钱 你每增加2000多万 你就一块钱 但是全世界的商机多大 是不是 全世界里面 我讲锂电池 自动车的锂电池 它是有新的法规出来 对不对 就变成你必须要经过这个 对 那今年的获利就非常高 所以新的东西里面你看 其实药灯一路喷上去 AES今年 最近这一个月也是大喷 对不对 最近这个月它也是一口气 从800充到1200多块 是不是 它充这么大就是因为 后面的趋势 所以其实真正强的 还是在后面产业的趋势里面 那里面有爆发力的股票 就要特别注意 那我觉得药灯还会继续 马上会喷出 但药灯之外的话 你也可以注意这个 因为这个是 今天刚刚挂牌 很多人还不熟悉 那股本其实比药灯要漂亮 那做的店东西 它一样有天线的 那另外的话就是锂电池 那锂电池包括 自动车锂电池 然后四行车锂电池 跟自动车锂电池 所以这都是后面 从无道理的新东西 再加上重点就是 其实今年就一个股本 就单单今年 这个产业还没有喷出去 之前就赚一个股本 那产业喷出去之后 力道就更强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新题材 是你可以特别留意的 这些新题材 还没有发酵在市场上 所以我想说其实真正最好玩的是 直接锁定标股 对不对 就像这一路以来 之前跟大家讲的预创一样 对跟 我跟你讲的大众控一样 对不对 还有跟药灯一样 这都是大家还不知道的新东西 但一路上来你都可以直接打转 所以我说现在就是锁定标股 对不对 那么药灯之后 我觉得稳德你也可以特别注意 因为一样都是非常的爆发力 而且它今年的获利就已经非常强了 那明年又更强 所以还没有参与的 我觉得一起来把握新的标股 那现在就是把握标股最好的时候 好所以趁这两天的时候 把这个有爆发力的好股票把它买好 还没有跟上 也可以跟我们线上的注意联络 那当然你如果手上的股票 不知道要怎么转换 或者是说不知道要怎么样的加满 或是减满 也可以一起拿过来 那等一下就有电话 就可以直接打电话来了 也祝大家操作顺利 明年见 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现实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